这个表单设计 因为我发现同学还是 像第一个最长找不到的功能就是 这个 Fone的这个小按钮 因为这个按钮 一定要点它一下 才会跳出来 因为我以为是找不到 然后其实就在这里 我改一下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 你如果9号字实在太小了 这看起来就怪怪的 所以记得把它点一下 然后选18 这样就OK 其他像什么 Fore Color就前景颜色 然后Back Color就是它的底色 这些我想大概找一下 应该OK 然后我再来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程式点两下 这边记得点它两下 然后呢 我们分别是 找到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再把它加一 那将来就输出到 它的指定的这一个位置 的同一列 对不对 的A栏 输出第一个test box 1234 不过记得前提是 你的顺序也要是1234 因为之前有同学可能做错了 或者顺序 不对了 或者不小心删掉又重拉的 比如说你可能删掉它 然后你又重新再拉一个 假设这样好了 那这个就会是 1234 还是4 如果假设不是 它可能是什么5 那你有可能最好是把它改成一致的 1234 这样子 OK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就是还是需要知道 把后面还有三个栏位 包含什么呢 平均 跟综合平地 多重 把它做完 那平均怎么做呢 一样嘛 就是输出到哪一栏 输出到那个我们的 一栏 对不对 输出到这一栏 对吧 把这个改成一 等于什么呢 等于test box一里面 应该是2 234 相加之后 然后呢 除以3就可以了 或者你用Average 不过Average在那个 我们那个 VBA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除非你去引用 Excel 不过我觉得太麻烦了 干脆直接怎么办 你就用加的好了 然后把它怎么样 这个加 这个 再加 这个 就把它来改就好了 234 加完之后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 除以 先 先加嘛 所以先刮糊 刮糊之后的话呢 再除以3 那可是问题哦 你试一下 这个看起来应该没错啦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把它做出来之后 假设 BBB 然后Enter 随便输入几个乘7 不过 你会发现 他现在 他位置就改 好 新增 平均对不对呢 哇 平均怎么会这么多 对不对 加起来怎么可能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现在 如果我没有去 把什么呢 把这个改 因为它文字嘛 文字加文字再加文字 比如说什么 变5万多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请特别注意哦 你要先做一件事 把这个文字 转换成数字 它相加 才会是正确的哦 不然如果你是什么 5万 它就变成什么 526895 所以它是什么 把它变成 526890 就是全部串一起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转型 那转型之后再加 所以 怎么转呢 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C C的话是转型 INT 指的是整数 转换成整数 就CINT 那你把CINT包在前面 然后后刮弧 然后一样这边CINT 一样包在前面 然后后刮弧 那我的习惯就是 反正就是 拖拉嘛 Ctrl鍵按住 这样就等于CtrlC CtrlV 这样就OK了 那另外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 第一位的话 你就加一个Round Round 前刮弧 然后移到后面之后的话 逗点 取到第一位 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相加除以3之后 小数点取到第一位 就把它输出 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 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哪一个 E F F的话就是什么 F的部分 是求那个什么 合格不合格 那可是前面我们在 这个我们的Module里面 有写一个什么呢 Function 这个Function就成绩函数 那成绩函数 除了可以在插入函数可以用之外 在 表单里面也可以用 怎么用 特别说 你可以先打一个成绩函数 前刮弧 他一样 在这边可以呼叫 那前刮弧之后 他会问你说 哎 那你要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那平均成绩在哪里 其实就是 将来我们会先把平均成绩算完 放在他的E栏 所以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平均成绩 把它放过 那是E栏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呢 他会帮你把 前面算完的平均成绩 丢到成绩函数 那帮你把最后的结果 再丢到F栏里面去 同样的方法 FG栏 G栏也是一样 所以 G栏是成绩多重函数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成绩多重函数 这边改一下 成绩多重 刚刚有写一个叫成绩多重函数 所以我就在这边 呼叫这个成绩多重函数 那请他帮我怎么样 帮我计算 那我一样怎么样 提供给他一个 前面这边就有了 所以你一样钱瓜阿弧 没出现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钱瓜阿弧 如果钱瓜阿弧他没有出现 你就要确定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是打成成绩函数多 OK 反正就取这个名称好了 然后呢 这个名称的话再到这边 我们换一下 这个名称 如果你是打成绩多重函数 你就用成绩多重函数 钱瓜阿弧 平均他又一样会问你说 平均成绩 那我一样怎么样 把那个一栏的资料 一样把它放过来 那他会怎么样 帮我丢到居栏 丢到居栏 所以后面三栏应该看得懂吧 就是先 这个是先平均 然后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丢到这里来 那这个的话是 把它合格不合格丢这里 这个是多重的 那试一下好了 基本上再把这个删掉 重来一下 那启动表单一下 然后一样从AAA开始 AA enter 然后多少呢 随便输入一个乘期 然后再来就是 新增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很顺利的 有没有 帮我把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 分别输入之后 这个再帮我算出来 再算出合格不合格 再算出A B C D 那尤其是后面这两个 其实是呼叫 我们刚刚写的方权 所以在表单里面 你一样可以去呼叫方权 他会帮你把 最后的结果 丢到前面的储存格 帮你就 直接丢到指定储存格里面 就OK了 所以写法上面的话 记得是从哪里 从这边点两下 然后分别 就是做 这个成绩函数 给他的词 最后那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清楚 因为做完之后呢 最好是什么 更贴心一点的 可以怎么样呢 输入假设输入BBB 好了 然后输入一些资料 Enter 输入完之后 他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直接 新增 除了新增资料过来之后 帮我把它清掉 清掉很简单 TestBox1 点Test等于什么 空字串就好了 所以空这三个 然后最后的话 游标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储存格 放到这个储存 这个储存格 TestBox1 里面有个方法叫点 SetFocus SetFocus就游标放上去 所以最后呢 我们把 这边在写什么 清空嘛 所以把这个怎么样 拉过来 等于什么呢 等于没有就好了 其实还蛮容易 应该可以理解啦 有没有 等于没有就清空他 然后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可以什么 贴贴贴 然后分别怎么样 把它改成 2 改成3 改成4 那最后游标再放回到TestBox1 上面 那就是TestBox1 它里面点下去 有没有 点Set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SetFocus 而且是绿色的嘛 表示是一个方法 意思是说呢 帮我 输入完之后 帮我把旧的清空 然后并且怎么样 再把游标放回到 第一个上去 OK 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完工了 那可是我刚刚好像改了一个 第一个 我看一下 这个 顺序 Enter之后 换下一个 因为我这边重新做 他会跳这一个 那为什么会跳这一个 其实主要是这个什么 TableIndex 这个是7 有没有 其实Enter就是Table 就是帮你跳到这边 然后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8 所以如果两个要颠倒的话 有一个方法 就是 把这个改成7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8 这样就会顺序是对的 所以因为有些同学 奇怪 为什么他乱跳 你可以检查 TableIndex 好 那么最后试一下哦 比如说 再来就 C C Enter 打分数 打分数 好 你会发现 现在是 这个是第7了嘛 Enter跳到这边 那最后我把它怎么样 再Enter一下 他应该怎么样 输入资料 没有 清空资料 游标放上去 好 试一下看看 有没有 游标放上去 这样的话 基本上 其实 目前 是属于 正常状况 输入 都OK 但是呢 有几种情况 我讲过了 如果他完全没输入 按下去会怎么样 挂掉 没资料 还有那个数字的判断等等的 那怎么办 要防呆 那怎么防呆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记得有写 写在这边 底下 我们有一些防呆的机制 那比如说有几个 没有输入资料的 或者判断是不是数字的 是不是0到100之间 这个可能下一次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意思 那因为今天讲的大部分都是层次 所以相对的难度会比较高 那有些同学可能比较跟不上 没有关系 我有把它录 不说了 遍 没有 我没 我没